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這個墨水筆小知識系列的第一條影片 其實我都算是經營了這個頻道一段時間 我都發現自己除了分享一些個別的墨水筆型號去做一個Review 等等 都會有不少人對墨水筆的結構或不同的設計有興趣 所以就特地開多一條LINE 跟大家分享一下關於墨水筆的小知識 既然說明是第一條影片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來做一個很基本的小知識分享 就是做關於墨水筆的構造和物理 這條影片也推介給一些完全不知道墨水筆是甚麼的朋友 可以看看 希望透過這條影片令大家認識到究竟墨水筆是甚麼 首先最基本的就是墨水筆的構造和物理 我們今天就找了一支我個人覺得最容易講的墨水筆 就是這個Caveco DR2 這個Caveco是一個很出名的德國牌子 近幾年復興了30年代的設計 而上世紀30年代 就是墨水筆其中一個最輕盛最繁榮的時期 基本上可以說有很多牌子 很多不同的選擇 設計等等 今天就首先用這支墨水筆來跟大家講解 究竟一支墨水筆有甚麼部分 相信如果有看我的影片的朋友都會知道 有時這些都是做一個Pan Review的時候 會跟大家講到一些牽涉到一些術語等等 首先我們會由一支筆的筆頂開始看 第一部分大家可以看到這裡 就是我們通常會歸納為筆夾 上面的地方我們會叫做天官 也有些人會叫做天官 其實英文就沒有怎樣特別去調整它 有些人會叫做Captop 或Fineo 都可以的 天官其實是一支墨水筆 一個不蓋頭或不蓋頂的地方 所以都是一些設計者很喜歡放一些獨特的品牌設計 或是品牌logo的地方 如果大家有玩過墨水筆或接觸過 通常在頂部 大家就會像這支筆一樣 找到品牌的logo 例如是Caveco 其他牌子 Pelican 甚至是Mon Blanc 就是白雪山的logo 其實最主要作為一個Fineo 或天官 就是純粹一個裝飾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鑽石戒指上面的那顆鑽石 它是用來點綴的融銅 當然隨著不同的年代發展到不同的天官 有些是皇冠型 有些是魚類型 有些像這款比較傳統的懸拱頂型 這支筆從上而下看 第一個部分就是天官 好了,講完天官 就是時候講一下筆夾 筆夾其實也是墨水筆 現代墨水筆 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 基本上可以說是每支筆都會見到的 但其實在最初的墨水筆上面 最初的意思是 大家可以猜到 大概是1890年 甚至1910年代的墨水筆 那時候 其實那些衣服 就沒有那麼多 好像我們今天的西裝 有個袋在前面 所以有時候 人們會直接把墨水筆放在一個袋上 就不會夾到一個衣服 或者我們現在喜歡把原子筆 夾在A4指握 所以筆夾算是 在20世紀初 踏入20世紀初之後 墨水筆才有的一個 所以可以說是 standard equipment 筆夾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有些像這些 是純粹靠 你看到沒有彈簧 純粹靠筆 金屬的油韌性 有些是靠彈簧 有些是靠彈簧 或者外建一些機構 例如 靈尾最經典的2000 你看到裡面 當天大家看不到 但按下去就會感覺到 裡面有一個彈簧 令到筆夾有彈性 這些是後期的款 最早期也是一樣 只是靠筆夾金屬的彈性 去做這個筆夾 讓大家夾著筆 或者是夾著在其他地方 因為有時候 品牌 在過去 未必一定會在天官 落到一個Logo 所以有些筆箱 寧願在筆夾上 就像Cafeco 你會看到筆夾上面 寫著Cafeco 品牌的Logo 這裡有些像葉仔型 不同的牌子 亦都衍生到不同的 著名的筆夾 例如 Parker的弓箭頭 Lammy Safari 在上面看到的 萬字夾型 Pelican 鳥類的寬佈 你會看到它的象徵 的筆夾 你會看到不同的廠 都會為筆夾 創造不同的形狀 所以有時候 人們都會說 當你放了一支筆 在手袋裡 人們只看到筆夾 和天官 便很容易認出 你的筆是甚麼牌子 或是甚麼款式 所以我們 剛才介紹過 天官和筆夾 都會令人認出一支筆的功能 好了,我們繼續說下去 我們便會說到筆環 或是金屬環的地方 金屬環 其實 這個也是後期 去到二、三十年代 才發展出來 一個很輕盛的東西 如果有讀歷史 或是比較有藝術史的朋友 就會知道 去到上世紀 二十至三十年代 很流行一種藝術風格 或是我們中文叫裝飾藝術風格 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而不是權威 所以說的話 都是一個參考作用 這個時期很流行一些 它未到達到十七、八世紀 那麼浮誇的 Rococo風格 但仍然追求一些 很整齊 線條 的美態 所以這個時代 到了二、三十年代 筆箱亦都呼應了這種藝術風格 在筆蓋尾 通常都是筆蓋尾 或筆壓中厚部分 會加一些金屬的裝飾 有時你會見到 這款Cafe Godinae 和上一代的Duo風一樣 就是兩個金屬環 如果大家比較熟悉 或者比較知名的 就是Montblanc 149 就會有三個金屬環 但你會見到 時至今日 不相出產的墨碎筆 都會有的 例如是這款PILOT的CUSTOM 74 這個是PELICON 比較近代出的 M215 你都會見到 筆環通常都是一筆蓋的尾部分 作為一個裝飾 去增加這支整支筆的尾觀度 或者是藝術感 有些人都會覺得是 可以說是這支筆的其中一個 去斷定它吸收的象徵 因為通常在便宜的筆內 是找不到這支筆環 通常是比較貴價的款 尤其是中至上價位 尤其是以前的年代 大家就會見到 這支筆夾下面的金屬環 通常都是裝飾用途 有很少部分的金屬環 其實是會保護到支筆的 當你關蓋的時候 它的金屬環有機會是拿來 保護著這個塑膠的位置 因為以前的塑膠科技 還未做得那麼好 或者用不同材質的物料去做筆 這些位置長期用了之後 筆蓋尾很容易出現一些裂痕 破裂等等的情況 加些金屬的部件 就令它更加堅硬和耐用 我們要用廣東話俗語來這樣說 好了,我們說完筆蓋的外面 可以說筆蓋的裏面 其實筆蓋裏面 沒有什麼可以說的 唯一可以說的就是一個叫筆帽的通通 筆帽是什麼通通呢 其實是這個後現代 即是大概到六、七十年代左右的墨碎筆 開始出現這種設計 就是什麼呢 大家幻想一下這支筆 這裡的筆蓋 在筆蓋裏面 外加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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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膠塞 類似的感覺 就在這裡 把筆尖收進去 即是筆蓋在這裡外面 裝置筆 筆尖插進去的時候 這個筆帽就會在筆蓋裏 鎖緊了筆尖前半部分 所以導致令筆放置很久 或者用了一段時間 把筆蓋拿出來 都仍然射到 因為我們知道 墨碎筆用的墨碎 其實是水性的 換言之 如果你放在空氣裏面太久 水份揮發之後 有機會塞筆 或者寫不出來 為了方便攜帶等等 用途 就發明了這個筆帽 其實這支筆也有的 不過大家看不到 當你關掉筆蓋的時候 其實筆帽就會吸住了 在裡面吸住了筆尖的部分 令它保持這個 我們所謂的欺蜜星 就是現在 好了 講完筆蓋 就是時候講筆身了 筆身其實大家都比較容易認到 首先前面的就是壓位 壓位 通常是給大家握手的地方 以前多數是純粹金屬 可能會有少少純粹或漏斗型 方便大家手握著 但隨於近年的科技發展 你會看到有些是直膠 人體工學 做了一些壓位 斜紋等等 都會出現 這個壓位就是 方便大家寫東西 亦都是大家平時 用一支墨水筆的時候 拿著的地方 即是墨水筆 不同的遮理筆 或者原子筆 就不能夠讓大家 這樣拿著寫東西 這是真人經歷來的 我讀中學的時候 有一年我發現 我隔壁同學拿著原子筆 是這樣寫東西的 大家千萬不要這樣 而當用墨水筆的時候 因為如果你這麼直寫 其實是會壓壞筆的 所以正確的插筆方法 就是這樣 折筆 浪在虎口上 帽子、食指 放在上面 下面通常用中指拖一拖 或者有人喜歡的 直接這樣寫也可以 但多數我都會建議大家 找中指在下面拖一拖 讓書寫表現更穩定 當然我們壓位前面會找到八占 其實因為有很多內容會說 它的材質等等 這個我會分開上下集 再拍一條影片給大家看 即是跟大家介紹一下不同的筆尖 好了,我們先回到壓位 壓位有些高級的 以前或現在普遍的墨水筆 都會有的 發現就是 在壓位前半部分 硬是要加上金屬 加上金屬的 其實原理很簡單 當你這支筆 合蓋的時候 其實筆蓋 因為無論是 用這個合蓋式 或是扭蓋式的方法 其實無形間的筆帽 都會給壓力在這裏 以前的科技來說 當你長期這樣壓的時候 因為有些筆未必是用金屬做 壓位是用數膠、樹枝膠等 硬像膠做 其實很容易會壓壞或壓裂 前面的壓位 所以通常會加上金屬環 去保護這個壓位 後面的金屬環 同樣道理 然後在壓位後面 就會看到筆桿 筆桿 就是這支筆的中間心 其實沒有什麼好說的 有時候比較傳統的筆 你會看到筆桿黑了字 有時候可能是一些紀念的字 例如是 Christy and Jack 是一個紀念筆 亦有可能是黑了一些名字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 Parker Dual Fold 你會看到 The Parker Pen Company 大家會看到 這個就是筆桿 筆桿的變化 就是在於設計和材料 這個稍後會再跟大家說 到最後 我們會看到 Blind Cap Blind Cap 也有人稱為尾寸 或者是筆的 末端 以前 因為有時用活塞式上墨 這個位置就是控制活塞的地方 那個 Piston 位 尾寸 也有些是純粹做裝飾用途 好像這支筆一樣 這裡純粹做裝飾用途 通常都會有些少許金屬環 等等的裝飾在這裡 點綴下筆 而尾端 也好像另一個天貫 有時會有一支筆公司的logo 有時是沒有的 大概這裡就是一支筆的結構 當然內行一點的 也會告訴大家 有些筆款 其實筆尖這個位置可以拆出來 拆出來之後 大家就會看到這樣 是整個Section 你會看到 其實它是同一款 只要有一點力量 扭出來 就會看到拆除了整個筆尖的Section 裡面會有什麼呢? 有一個Color 吃著整個額位 方便放入額位 前面就是筆尖 筆尖下面有一個筆舌 放大一點給大家看看 筆舌 筆舌主要是負責盜物 在筆尖上輸寫 當然筆尖就是輸寫的地方 方便有時是清洗 或更緩的 這支DR2 所以我經常稱它 是一支非常好的Modular Pen 方便你認識 可以拆出來 以上就是一支筆的部分 我可以給大家看看 既然說完部分 就要跟大家說一支筆 可以用什麼材質造成 剛才我提到的這支筆 Caveco 的DR2 是用樹脂膠造成的 樹脂膠有很多種 有些是牙加力樹脂膠 有些是AS膠 其實跟我們今天在街上看到的膠樽一樣 有些是PET膠樽 有些是否有雙分A膠樽 很多東西 亦有不同的膠 塑膠 塑膠亦有不同的混合物 有些牌子會搭鑽石碎 塑膠 加一些珍珠殼 塑膠 等等 令到那支筆的 換味和收藏性不同 當然我們也看到 例如最經典的 PILOT CUSTOM 74 其實是瓦加力膠 大家平時看到 去找糧品 或者去日本城 看到透明膠箱造成的 同一種物料 所以亦會有透明的筆款 當然亦會有比較舊式 或者比較傳統的 是金屬造成的 這些是Monteverde的Stratta 整支筆中間是用鋁金屬 前半部分是用合金造成 整支金屬筆 可以很重 亦可以很輕 視乎用什麼金屬 當然 亦有不少的筆箱 會推出熱銅造的墨水筆 這款是台灣蒙舔所推出的 Civilization 鋼筆 這款是古埃及的一款 用黃銅造的 例如日本的Travelers Company 甚至台灣的Wine Studio 都推出以銅金屬作為 一些不乾物料的筆 通常的特點在於重 和換味性在於銅 因為會因時間氧化 造成獨特的模式 當然 說到有金屬 當然是有木材 今天拿了這支給大家看 就是這個Citlal Inithium Lignum 系列 其實它又不是整支用木造 當然我們會看到有不少的 尤其是近年以台灣和日本筆為主 用木造的筆乾 這款是合金 中間的部分是蜂木 Maple Tree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 將木刨除皮 再加工後 放在筆乾上 以天然和五環的手感 作為一個招牌 通常以木材做的墨水筆 當然 到了比較老的年代 大家可以看到 放在最右邊 這款是從台灣訂回來的 已經摺了很久的牌子 墨水筆 也是熟悉墨水筆玩家 經常聽到的一種材料 叫做Cellular 中文叫做菜魯朗 其實是早期的塑膠合成品之一 其實它的特質跟我們今天的塑膠很相似 其實是以前 大家幻想一下 回到80年前 或是90年前 二、三十年代的時候 當時最modern的塑膠就是Cellular 即是塞魯朗 塞魯朗其實是一些 真的化學合成的塑膠 這方面,特別是很容易會爆破 因為它們的溫度的點非常低 但是大概是60度 它會爆破 以前的粉底是會用的 但一個缺點是 塞魯朗這種材質 是比較舊式的塑膠 所以會出現白色 如果讀鏡子也會知道 膠原來會變化 會激瘪 會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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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見於一些很舊式的鋼筆,或者是純粹是更換味的鋼筆 其實蔡露諾為何今天仍然會有不少的筆廠會用蔡露諾作為材質呢? 主要是因為這種塑膠很容易做到不同的花紋和顏色的配搭出來 所以仍然會成為一個收藏家很喜歡做筆的材料 這些是比較常見做墨水筆的材質,包括塑膠、金屬、銅金屬、木材和鋼筒 當然有些比較少見的,例如是太金屬、日本珠漆等等的木材 甚至是有些是回收了塑膠做的墨水筆都有的 但那些是比較少見的,所以今天就沒有特別介紹 講完一堆關於墨水筆的材料,就是要跟大家講下一件事 下一件事是什麼呢?就是上墨的方法 墨水筆是不同於我們的啫喱筆和原子筆,並不是用筆深的 所以這裏就會跟大家講一講上墨的方法 正常來說,打開墨水筆 最常見到的就是卡級兩色,或者叫做Standard的國際色 你看到有一個額位,其實筆桿是空的 那你可以用什麼方法呢?第一種方法 墨膽,香港叫墨膽,台灣叫卡水 外國叫卡水 感覺就跟一些槍的子彈差不多 使用的方法很簡單 在前面通常會有些東西頂住 你只需要拿著一個額位,然後進去 墨水自然等一陣子會留在筆尖上,就可以寫字 原理就跟我們今時今日的酒珠筆和魚子筆一樣 用完便扔,就是這樣 這是第一種 有不同尺寸的,這是歐洲式或國際通用 我們有時看到,在香港比較常見的 日式,這是Pilot 也有德國式的,例子是寧美 不同品牌都會有不同的墨膽推出 要留意,有些牌子是國際通用的墨膽 有些牌子只可以用自己牌子的墨膽 所以大家要留意 好了,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墨膽 第二樣方法就是 現在我們通常常都會看到的 就是用吸墨器 吸墨器其實都分很多種 例子,這種是旋轉式 你會看到拉桿在這裏 只要轉過後面的屁股 你就會看到中間的屁股就會動來動去 其實就很簡單 當你浸進墨水裡的時候 當你轉這個拉桿 它上升的時候 其實就會因為空氣的壓力問題 逼墨水上去 就是我們所謂吸墨 原理就是和大家用飲管 飲可樂是一樣的 還有另一款比較早期的 就是用推拉的方法 最簡單,最粗暴 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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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 這樣而已 這種是比較早期的 再早期的吸墨器 就是這種 這種是比剛才那種推拉式更加原始 有些人說是更粗暴的 就是按壓式墨浪 跟墨膽的原理差不多 裡面是用橡膠做的墨浪 你只要浸了筆進墨水裡 按的時候,逼空氣出來 放手的時候,空氣衝進去 這樣墨浪就會充滿墨 這樣就可以寫字 這是最快的方法 但也是比較難清洗的方法 當然啦 時至今天,已經發展了很多不同的上脈的方法 最主要的,我們今時今日看到的 會是這種卡吸兩用 可以用到吸墨器 亦可以用到墨膽的黃水筆 再早期的 大家會看到 亦是曾經非常輕盛的一種 抹塞式上脈 抹塞式上脈 是Pelican M200系列 雖然是一支M215系列 其實沒什麼分別 但也是用Pelican最專門出名的 一個活塞的機構 其實很簡單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 剛剛這支筆 筆桿跟鵝位連在一起 而中間尾寸換了 變成一個活塞的機構 整支筆桿就是吸墨器 所以尾寸,大家在順時針或逆時針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在冠墨槍上看不見到 好像不太能見到 沒關係 其實那個活塞就在這裏推賴推賴 當大家浸了筆下去的時候 只要轉尾寸的話 就可以直接吸墨了 簡單來說 就是內建吸墨器 這支筆桿 我們將吸墨器融入這支筆桿 變成裡面是一個活塞 中間是一個中空的筆桿 後面加一個活塞 就可以整支筆桿上墨 當然好處就是 正常來說 會給一個吸墨器吸墨量多些 不方便你日用 而有些時候 有些活塞上墨的筆桿 會有一個觀墨槍 讓你看到究竟剩下多少墨 亦都很遺憾地 畢竟未買到這款墨碎筆 但亦有一種是負壓上墨的 其實負壓上墨和活塞上墨的原理都差不多 是靠壓力令墨碎 儲存在筆桿上墨 亦都有很多不同的設計 例如Visconti的Double Reservoir 等等 Ligon等等 Primat 823等等 很多不同的一款 亦都是作為一個技術的指標 或者是一支筆的設計問題 好了 講完上墨的方法 現在是時候跟大家說一件很科學的問題 就是一支墨碎筆究竟怎樣寫的呢 一支墨碎筆可以怎樣寫出來 為何可以寫出來呢 我們又用這支DR2作為例子 墨碎筆當你上墨的時候 其實墨碎筆就會存了墨 而這支墨碎筆或墨碎筆 它中間刺穿了 刺穿了的位置 大家會看到剛才的墨碎筆 其實墨碎筆的效部分 就會因為你壓了吸墨碎筆 是連著這支墨碎筆 所以吸墨碎筆的墨 就會根據這個慢有引力 即是地坑吸力 以及空氣力學 將墨碎能慢慢流流流去不洩 其實你會看到 neither 都會入衣刀 藍空氣力學習 就是用來引導墨水和儲存墨水在不洩度,不方便寫字 通常一枝筆有一個吸墨器或墨膽 空氣就會由中間的穿氣孔 筆尖中間的穿氣孔走入筆桿和吸墨器中 同時將墨壓出來 當你寫字時,墨已經存在不洩時 只要你輕輕把筆尖按在指上 中間的每個筆尖都會有一個中縫 中間的縫,當你碰到指時 墨水在中縫,就會因為表面的破壞而落到指上 從而寫到指 感覺就跟尖水筆或是羽毛筆 讓大家看見古裝片的羽毛筆的道理是一樣的 就是靠這樣,迫墨水落到指上,便會寫到指 好,當然最後一個部分 我們就跟大家討論一下,再解構一下筆尖 在這裏,讓我再放大筆尖給大家看看 究竟一個筆尖是怎樣的呢 好了,筆尖大家會看到 好,首先我們在頂部 我們會看到這個E點 在最前面 其實E點就視乎某些牌子 有些牌子的E點,就不是很容易被人看到 因為E點已經刊接到筆尖 但未必看到那個E點的位置 但E點其實就是這裏 是傳動一種很耐磨的金屬 方便你長期拿筆尖 因為在這個位置的位置 長期讓你磨擦等等的視乎 都不會很容易被磨蝕 第二件事,剛才大家都看到的 就是中縫 抱歉,這裡有一點反光 這樣硬硬,給大家看到 這個位置,中間會戒掉一條縫 就是讓空氣力學用作用 讓墨碎能夠透過中縫 滲在筆尖的E點上寫字 當然,大家在這個位置都會看到很明顯 就是這支筆的氣筒 或是人人的洞 這個洞就是讓空氣走進去 這支筆乾或是吸密器或是密膽的設計 亦有些牌子設計的筆尖是沒有這個洞 所以大家不需要驚訝 有些牌子,歐洲牌子的筆 例如Faber Castle 他們的筆尖是沒有這個洞 但空氣仍然會透過其他方法 走進去筆乾 而不影響寫字的問題 當然,筆尖也會看到不同的設計 像這個,是台灣三文堂的設計 雖然有些反光 Logo在這裏,由前面有些雕花 寫的筆尖是甚麼尺寫的 這是我們最常見的筆尖的建構 而筆尖是一支筆,可以說是最重要的部分 因為我們寫的東西就是靠一支筆尖的部分去寫 所以一支筆,大概是墨水筆 就是一個這樣的結構和物理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裏 其實墨水筆的確是千變萬化的 經歷了一個世紀 其實是多於一個世紀的變化 由最初的尖水筆等等去進化成為二、三十年代很流行的 例如月牙上墨、舊式的拉光上墨等等的方法 做了尖水筆、物料的改變、設計上的改變 就好像汽車一樣 我們以前從蒸汽車、燃油到今天用電 不同的設計 其實都是歷史的其中一個部分 所以為何有些人會說 玩墨水筆的樂趣呢 就是看到不同的設計和歷史的雲美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夠令大家對墨水筆更深入 至少能夠認識到一支墨水筆的結構和物理是怎樣 我們下集會跟大家討論一下不同不尖的物料 或者不同不尖的粗油等等 我們下集再見,拜拜! 拜拜!